牧师上来其实就是要介绍 今天我们特别的讲言 因为可能大多数在我们当中 还没有看过彭牧师还有师母 所以昨天晚上我稍微介绍 可能有些不在 他就是我们这个加列山 活文组最开始开框教会的牧师 是他带领我们 可以讲如果是这个永乐真的教会呢 是他带领着第一个的传道人 就是慧真师母 当时候是叫传道 然后开拓这个迪末或者皇后开始的教会 然后过后呢牧师才过来 才继续下气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在这里 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开拓的牧师 然后他也是我们第一代牧者们 包括牧师 黄佩萨牧师 四星牧师 苏惠牧师 还有秋红 他们这些第一代的牧者领袖们 尤其全部都是田时间的 这个属灵的父亲 属灵的母亲 所以他们的这种的爱和服饰呢 影响了我们第一代这些牧者领袖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懂得怎样的来爱神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懂得怎样来祷告 亲近神 然后也包括爱灵魂 他们本身夫妇俩都是 曾经到仙教工厂 来自新加坡开始的 这个积淀团的服饰开始的 所以因照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和服饰影响呢 牧师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开始 所以今天说的弟兄们很重要 很蒙恩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个加列山教会 在这样的一个领导层次下 不断地被传递 来一起说我会更爱神 更爱灵魂 阿们 因为神就是这样恩待我们 所以今天早晨不管你是信主多久 记得神在你生命有美好的使命 所以今天晚上 今天早晨呢 我们敞开心 来欢迎彭牧师 Amen 小龙 小龙就是平安的意思 感谢主今天早上能够和大家来分享 昨天晚上已经有分享了其中的连贯性的一部分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主耶稣的圣餐 这个题目 让我们更深一层的能够来认识主耶稣的圣餐 到底含有什么的其他的意义 那么等一下呢 职亲的这个聚会呢 会分享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婚宴 还有就是主耶稣的婚宴 那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么和跟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它是一连贯的 这个有关联的这个信息 所以鼓励所有的人都来参加 那么虽然是职亲 只要你是一百岁以下的都是职亲 哈利路亚 好 这个时候邀请大家再一次站起来好不好 我们来把以下的这段时间来交托 哈利路亚 亲爱的阿爸 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谢谢你 这就是主为我们所预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不只是要欢喜快乐 主我们在其中要遇见你 我们在其中要亲近你 我们在其中要听见你的声音 所以主今天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厚厚的遮盖住我们每一个人 遮盖住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能够听见纯美的话语 就是你的真理 遮盖我们的思想 一切干扰的灵都要退去奉耶稣的名字 主遮盖我的口 主让每一句所讲出去的都是按照真理来分析 神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祷告 相信主 当你的话语释放出去的时候 神迹奇事要发生 在听的人的身上 哈利路亚 我们把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得胜的名字祷告 阿们 大家请坐 好 感谢赞美主 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就是如果昨天你有来参加聚会的 如果昨晚上你有来参加聚会 那么昨晚上或者是你之前都有一直有鞭头痛 鞭头痛可能一段时间了 但是昨晚你来参加聚会的时候 或者是可能在线上听到聚会的时候 听到耶稣的宝血 然后你开始感受到 这个鞭头痛的症状有改善 我鼓励你继续宣告主耶稣的宝血 在你的鞭头痛 那么直到完全的得医治为止 如果你得医治了 请让艾芬牧师知道 好 让他也可以让我知道 至少我听到的时候我也可以信心得到鼓励 阿们 神昨晚正在医治鞭头痛的 那么今天早上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我相信就是你在听的时候 神正在做医治的工作 哈利路亚 特别是如果你的脚 左脚 左脚的膝盖 左脚的膝盖 有疼痛的 OK 不用去担心他 不用去管他 你听的时候 神会医治你 阿们吗 好 如果你已经得了医治之后 也请让艾芬牧师知道 那么至少我们知道 神动了哪一些善功 在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 圣经里面常常有提到 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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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荣耀 什么是荣耀 很抽象 对不对 我们以为荣耀就是 哇 很有亮光 很光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或者是头顶上有一个圈圈 然后很荣耀 我们对荣耀很抽象 但其实原文 原文 希伯来文的意思 荣耀就是什么呢 荣耀就是神的美善 神的美好 神的善功 哈利路亚 所以当你得医治的时候 是神的荣耀 临到你的身上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么你要把这个荣耀 归还给他 不要得了医治之后 静静不讲 神不要我们把荣耀 隐藏 神要我们把荣耀 归还给他 所以你得着了帮助 你得着了祝福 你得着了医治 一定要讲出来 然后把这个荣耀 归还给神 哈利路亚 好 那么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 你可以说是圣餐也好 主的晚餐也好 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名词 但是很多教会把圣餐 已经开始当作是教会的仪式 亲爱的家人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圣餐永远不是教会的仪式 圣餐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命令 他说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如此行 就是吃那个饼 喝那个杯 为的是纪念我 直到我再来 在 昨天我有分享的 就是神怎么样的医治我 在那个医治的过程的时候 我就每一天早上都一直在城岛 一直在城岛 一边绕着我的家里走 家外面 家外面 就一直这样子走 一边走一边祷告 一边走一边祷告的时候 神也启示我关于这个圣餐 他说很多的时候 教会已经把圣餐当作是一个教会仪式 宗教仪式 但是呢 主那个时候 忽然间给我一个亮光 让我看见 在圣经里面说 我们当如此行 是纪念他 纪念他所做的事情 在我们的身上 只等到他再来 原来领圣餐 以前我们说守圣餐 其实那个不对 守圣餐是守一个宗教仪式 我们是领圣餐 从主耶稣那里领过来的 Hallelujah Amen 跟你隔壁的说领圣餐 不是守圣餐 那么神就给我这样的一个启示 看见他只等到我再来 原来对我个人而言 对我个人而言的话 就是说原来领圣餐 是一个很好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方法 很多的人都会这样子问牧师 要怎么样预备自己 等候主耶稣再来 主耶稣要来了 我们要怎么样预备 有一些人说 多传福音 那个是很好 的确 这个福音要继续传 有些人说 我们要怎么样 但是神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圣经里面所说的 所以亲爱的家人 我们照神的话语做就对了 不要加征 也不要减少 神原原本本怎么说 我们就原原本本照做 祂说的做就对了 祂说只等到我再来 所以守不是守 领圣餐 领圣餐是原来等候主耶稣 再来的日子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基督徒教会要怎么样 预备自己 耶稣的再来呢 其中的一个 非常好的方法就是 你经常领圣餐 等候主耶稣的再来 在新月教会 在新月教会 你会看见 其实 无论是哥林多教会 或者是使徒行传的教会 等一下我们都会来做个对比 哥林多教会和使徒行传的教会 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天天都领圣餐 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而且他们聚在一起 特别是使徒行传的教会 他们聚在一起 目的不是为了听牧师讲道 他们聚会一起的时候 对有敬拜 有施给 有讲道 这些都有 但是他们真正聚在一起的目的 是领圣餐 哈利路亚 他们把领圣餐 放在所谓 就是首要的这个位置上 这个是他们在早期 教会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来做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神给我一个使命 就是要把这些通通找回来 传递给教会 这个使命 必须要回到教会里面 领圣餐 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他什么时候再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继续领圣餐 我们就不会忘记 他的再来 我们不会忘记 他为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 我们就不会忘记 我们有一个任务 守候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哈利路亚 我们就不会冷淡 我们就不会被遗忘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最好的方式 主耶稣告诉门徒 你们要领这个圣餐 直到我再来 所以既然耶稣是这样子吩咐 耶稣要门徒这样做 那么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是耶稣的吩咐 哈利路亚 阿们 他说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方法 要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等他再来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等他再来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 我要你用这样的方式欢迎我 你是不是应该就 比如说一个大人物 他要来这个地方 或者是来你的家里 是一个大人物 他说我要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欢迎我 这样 既然他是大人物嘛 我们就照他的要求 用这样的方式来欢迎他 来迎接他 所以主耶稣说 我们要这样子的领受 这样子的等候他的再来 我们就照他的方式做 遵从他的话语 阿们 所以我们就不增加 也不想自己的方法 也不用其他的加加减减 在神的话语里面 神话语原本的意思 我们就照他原本的命令来做事情 我们来看第一个slide好吗 我们先研究一下哥林多教会 很多弟兄姐妹也犯这个错误 包括我以前在内也犯了这个错误 所以今天我希望可以导正过来 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到26节里面全部都是 哥林多11章里面其实都是强调这个领圣餐 但是他们有一个错误 今天我用的版本是中文标准译本 所以可能跟你们的和和本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没有关系 意思都在里面 现在我吩咐以下的事情 就是保罗 使徒保罗吩咐以下的事情 他说并不是称赞你们 哥林多教会 他说我不是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集所导致的不是更好 他们聚集的时候 聚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越来越好 我们聚会应该是聚会在一起 越来越好 人越来越多 灵命越来越复兴 哈利路亚 神迹越来越多 阿们应该是越来越好 但是使徒保罗对这个充满着恩赐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有各式各样的恩赐 神特别恩待这个教会 但是保罗却说 你们聚集所导致的不是越来越好 而是更糟 我刚才已经讲了 早期教会他们聚在一起的目的 首要任务是领圣餐 他说聚集为了什么呢 首先我听说你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的时候 作为一个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中间有分裂 我部分也相信这些话 保罗听说了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领圣餐的时候是分裂的 怎么一个分裂法呢 他们聚在一起大概是这样子 领圣餐的时候或者聚在一起的时候 看不起那些贫穷的人 贫穷的人另外坐一边 我们富足的人另外坐一边 我们社会在地位上比较高尚的 我们又坐另外一个桌子 就好像百宴席这样子 那个主人住 有红布的 其他的是没有的 他们分得很清楚 那一些比较差的 他们就把它放在可能比较远的一个角落 这样子的来所谓领圣餐 所以保罗说你们不是更好 我听说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还可能一起用饭的时候开会 然后把一些人排挤在外 分门结党 所以保罗听说了这些事情 保罗说你们的聚会不是好的 我们接下来看 实际上你们当中必定也会有这些结派的事 好让那些经过考验的人 在你们中间能显露出来 这样说来 你们聚集在一起 所吃的 保罗开始提到了 你们聚集在一起 所吃的并不是主的晚餐 因为你们吃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争先吃自己的晚餐 甚至有人饿着 有人醉了 来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按照圣经里面 这样子好好的来解释 所以今天是稍微有点解经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起精神来听 他说 你们吃的时候不是吃主的晚餐 就是圣餐 你不是吃主的晚餐 因为你们吃的时候 你们是争着吃 刚才我们已经有讲了 他们是分派 分档 分桌子 所以可能有一些桌子比较丰盛 有一些桌子是比较差一点 以前的圣餐不像我们现在 就是一块饼和一个小杯 以前的圣餐是真的吃饱的 我今天没有这样的时间 跟大家讲犹太人的圣餐 或者是犹太人的 这个逾越节的圣餐 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稍微提一下 以后有机会我才来分享 他们的圣餐是很丰盛的 而且基本上圣餐有四个杯 就是四杯酒 有四杯酒 然后他们的圣餐饼是很大的饼 而且是三片叠在一起 很大片的饼 是够一桌子的人吃的 但是上面那一片是不能吃的 下面那一片也不能吃的 这个是他们的规定 只能够吃中间的那一片 中间的那一片 当他们要吃的时候呢 他们会掰开一半 要撕成一半 这个就是犹太人的文化 撕开一半 那一半也是很大片的 已经足够整桌子的人吃了 撕开一半之后呢 就会分给大家那一桌子的 分了之后 另外一半 撕开的一半 就会用上面那一片 和下面那一片 重新的夹起来 然后呢 这个比较高地位的人 就会把这个饼 藏在某一个角落 藏在某一个角落 他们有目的的 藏在某一个角落 然后呢 等大家用完饭之后 就是吃那个饼 吃饱了之后 他就会吩咐他们 如果你们要 double blessing 如果你们要有双重的祝福的话 请把那个 另外一半的那半片的饼 我刚才已经收在某一个角落 如果谁先把它找出来 就会得到双倍的祝福 这个就是犹太人的文化 犹太人的文化 那么以我们现在 基督教的这个 来说来看的话 来分析或者是来讲解 属灵的含义的话 属灵的含义的话 上面那一块饼 预表着天赋 我们是不吃天赋的 下面那一块饼 是预表着圣灵 我们不吃圣灵的 我们是吃耶稣 中间那一块饼 而且那块饼 是撕成一半的 另外一半要收藏起来的 就好像是耶稣 已经不在了 但是当耶稣 在显现的时候 我们就有double blessing 我们就有双重的福分 Hallelujah Amen 这个我不讲了 因为会有很多细节 希望以后有机会讲 那今天我们回到这个 哥林多里面来探讨一下 所以他们吃的时候 是吃得饱的 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来的目的 聚在一起的目的 是争作吃饱 甚至喝很多 喝到醉 他们来的目的是 为了吃饱和喝醉 他们来的目的 不是主耶稣所讲的 纪念我 直到我再来为止 你们看到 哥林多教会 变成多么糟糕吗 充满着所有的恩赐 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 但是呢 他们却忘记了纪念主 所以使徒保罗 却告诉他们 原来你们聚会 不是越变越好 你们的生命 不是越变越好 你们的整个教会 也不是越变越好 而且是越来越糟 所以他说 有人吃饱 有人喝醉 有人饿着 因为吃不够 听懂了吗 原来他们来聚会 是为了吃 不是为了纪念 主耶稣 我们看下一张 使徒保罗就告诉他们 难道你们没有家吗 可以在那里吃喝 在家里先吃一些 如果真的那么饿的话 为什么来这里抢吃 还是你们轻视 神的教会 看不起神的教会 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在神的教会里面 羞辱那一些 没有什么的人吗 羞辱那一些 就是让那些贫穷的人 没有得吃吗 让他们来的时候 你们都吃 而且是上好的桌子 都是你们霸占的 你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羞辱那些人吗 比较没有富有的人 我要对你们怎么说呢 要称赞你们吗 他说在这件事情上 就是在这个领 圣餐聚会的这件事情上 我不称赞你们 我当时传授给你们的 是我从主所领受的 哈利路亚 他说我当初传给你们的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们把它搞成是这样 我当初是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 所以我传给你们 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下一张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所以我回到犹太人的文化 耶稣是犹太人 所以耶稣跟十二门徒 同一做的时候 他也应该是拿起第二块饼 撕了 分给大家 他说拿起这个饼 他注谢了就掰开 就是第二块饼 拿起来了 注谢了 掰开说 有古操本 就是圣经的一些古文 你们领受吧 耶稣撕开了之后 就分给他们 告诉他们 你们领受吧 这是 什么 跟我一起说 这是 我的身体 为了你们的缘故 掰开的 为了你们的缘故 掰开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 纪念我 好 这里我要稍微停一下 亲爱的家人 有很多 其他的教派 我曾经也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我当在带领圣餐的时候 我跟会众们说 这预表着耶稣的身体 圣经从来主耶稣并没有说 这预表我的身体 圣经说 耶稣对门徒说 这是我的身体 我们不要改圣经 神的话 也有一些教派 或者是一些异端 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 那个饼就会变成肉 耶稣也没有说 注谢了之后 这个饼变成我的身体 没有 耶稣原原本本的 就是告诉门徒 掰开了之后 分给他们领受 他说 这是我的身体 可能你会说 牧师 但是明明我们拿的是饼 怎么是肉呢 怎么是身体呢 你不要管那么多 神的话语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你就怎么领受 他不是预表 他也不是变成 耶稣说 这是我的肉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血 好 我们就是这样子领受 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要认清楚 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是在领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是在领耶稣基督的宝血 宝血昨天晚上我已经讲了 非常重要 好 我们接下来 他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掰开的 为你们掰开 掰开的意思 如果我们回到旧约的话 因为旧约 圣经告诉我们 旧约是新约的影儿 新约是旧约的实体 所以他说 为我们掰开 我们知道 以赛亚书 第53章 就是告诉我们 耶稣的身体 是怎么样掰开的 是在53章 第4到第5节 他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承担我们的过犯 他被刺透 为我们的罪被压伤 身体的惩罚 我们得平安 身体为我们掰开 他的边伤 使我们得医治 所以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领那一 耶稣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纪念什么 纪念以赛亚书53章 主耶稣你的身体 为我掰开 就是为我边伤 我得医治 为我担当我的忧患 为我担当我的罪恶 为我担当我的困难 等等的这一切 你被压伤 你担当我的忧患 使到我得平安 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 我们是纪念主耶稣 担当我们什么 所以我很相信一件事情 领圣餐的时候 也是最好得医治的时候 因为你是在纪念主耶稣医治你 Hallelujah Amen Come on Amen 我们再看下去 好 他吃完了之后 晚餐后 吃完之后 他照样 就是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这个是新约 就是耶稣 新的一个比旧的约更好的一个约定 凡是神的一切应许 都在这个新的约里面 都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Hallelujah 神的祝福 神的美好 神的供应 神的一切的一切 都在这个血约里面 让我们承受这个福分 所以昨天晚上我也有分享了 耶稣的宝血改变了我们的身份 我们应该是被祝福的 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Hallelujah 我们应当承受天父的一切的美善 因为我们是祂的儿女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而是因为耶稣的宝血 转换了我们的身份 所以在这里耶稣说 这是我流的血 我立的约 Hallelujah 所以当你在领这个杯的时候 你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耶稣的宝血不只是洗尽我一切的罪 耶稣的宝血已经给我所有的身份 所有的地位 我应该有的 我应该得的 在血约的遮盖底下 没有人能够夺去 Hallelujah 我是不能够被咒诅的 我只能够被天父祝福而已 Wow Hallelujah 所以当你在领这个宝血的时候 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主耶稣的宝血为我而留的 是为了给我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 所以圣经说什么呢 我们已经不再是罪人 我们已经什么呢 诚意了 我们已经是上帝的义 圣经是这样子说 我们是上帝的义 Wow Hallelujah 不只是上帝天父看我们是公义 我们已经是成为公义的代表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不是我们的行为 但是是我们的身份 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弟兄姊妹 当你领受这悲意的时候 主耶稣说 是立的新约 这个约是不能够被毁的 旧约能够被毁 新约是不能够被毁的 因为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的宝血 而且这宝血胜过一切 Wow Hallelujah 旧约的血是不能够胜过一切 但是新约的血能够胜过一切 而且昨晚我也讲了 还改变了天堂的氛围 所以今天我要鼓励你 你领圣餐的时候 领这个杯的时候 你也要看见 医治也是在宝血里面 OK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约定 你应该得医治的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Hallelujah 不能够被毁的这个约定 所以医治是属于我的 跟你的隔壁的说 医治是属于我的 但是为什么哥林多教会 有这样多生病的人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清楚 他们领圣餐 到底是应该怎么领 为了什么而领 他们来领圣餐的时候 聚在一起的目的 就是彼此的排挤 就是彼此的来争 来吃 来吃饱 来喝醉 他们忽略了 纪念那是主耶稣的身体 和主耶稣的血 我们再看下来 所以你们 每逢吃这饼 这是耶稣讲的话 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 我们要纪念什么 耶稣为我们怎么样被掰开 对吗 他的身体怎么样为我们被破碎 就是在以赛亚书 所以在那一段生病 我昨天有讲我生病的那段时间 我自己在家里领圣餐 因为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启示 我得了那个启示之后 我说神啊 不管医生讲我有恐慌症也好 我胃有问题也好 我心脏有问题也好 我精神有问题也好 什么 我不管什么了 但是主耶稣 这是你的身体 为我而舍的 为我的恐慌症而舍的 为我的肺的问题而舍的 为我的心脏有问题而舍的 为我的胃部有什么问题而舍的 哈利路亚 这是你的身体为我而舍的 我就开始宣告 你担当我的忧患 你担当我的痛苦 你赐给我平安 因为你代替我 所以你赐给我平安 我就一直不断地宣告这段话语 而且感谢主 不是在靠所谓的 那种吃什么胃药也好 或者是心脏的药也好 甚至是医生给我那些镇定剂 精神的药 师母 我昨晚已经讲了师母 拿去丢掉 我一粒都没有吃过 但是真的在领圣餐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壮 当我开始害怕的时候 担忧的时候 我一来到圣餐面前 领圣餐的时候 你担当我的忧患 哈利路亚 赐给我平安 阿们 阿们 当这样子一领受的时候 我说主啊 我是按照你的话语去做的 我们要尊荣神的话语 阿们 昨晚我讲了 我们要尊荣耶稣基督的宝血 多过维他命C 我们要尊荣神的话语 神吩咐我这样做 我就这样做 好 我们再看下来 所以你是怎么样纪念 就是纪念主耶稣 怎么样为你鞭伤 让你得医治 就是你要纪念的事情 喝这杯的时候 我们知道就是血耶 耶稣说 这就是我的血 永远的救赎 我永远得救 我与天父的关系是和好了 因为宝血让我成为儿女 所以我就站在儿女的立场里面 魔鬼撒旦 和你的一切咒诅 和你一切所带来的疾病 和你一切带给我的问题 没有立足之地 哈利路亚 昨晚上我们有没有读到 在天上没有立足之地 因为有宝血 在我们的身上 没有立足之地 因为有宝血 我就这样子的宣告 这是主耶稣的血 遮盖在我的身上 你没有立足之地 魔鬼撒旦 这些疾病和一切的咒诅 给我退去 奉耶稣的名字 哈利路亚 我这里的肿瘤也不见了 我整个身体都美好起来 哈利路亚 我自己领圣餐在家里 我们再看下去 对不起 看回来 他说 主耶稣说的 就是传扬主耶稣 怎么样为我们死 只等到祂再来 你们看到了没有 只等到祂再来 什么是最好的方法 等候主耶稣的再来 这是主耶稣说的 我要你们这样做 就是等候我再来 就好像刚才我跟你讲了 一个大人物要来你家 他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欢迎我 我们要怎么样欢迎耶稣再来 我认为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领圣餐 欢迎耶稣的再来 可能你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 但是那个时候是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启示 最好的方式预备自己 其中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断的领圣餐 哈利路亚 再看下去 你们还可以跟得上来吗 因此无论谁 保罗说的话了 现在 因此无论谁 不合一 就是没有按照规定 按照案里 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体 和主的血 他说你没有照规矩 你就是干饭主的身体 主的血 合一 什么是合一 就是按照原原本本耶稣的要求 纪念主耶稣 你在领圣餐的时候 你不是来吃饱 你不是来喝醉 你不是来 然后呢 在那里跟大家吵架 我们来聚在一起领圣餐的目的 就是不断的纪念耶稣 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 把荣耀归还给他 我刚才已经讲了 必须要把荣耀归还给他 耶稣为我们做的善功 都是天父的荣耀 我们一定要把一切的善功 耶稣为我们做的归还给天父 所以我们必须聚在一起的时候 领圣餐的时候 来纪念这件事情 归还给他 哈利路亚 还有呢 他说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体 主的血了 所以我们也要纪念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他的命令来的 他说你要纪念 只等到我再来 接下来 好 很多教会 包括我们传道人 以前做错的 就是 我们每一次 在教会带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 我们审查 看我们有没有犯罪 然后大家认罪 认罪悔改了 我们才领受 我问大家这个问题 我们领圣餐的目的是什么 纪念神 对不对 不是我讲的是 刚才使徒保罗说的 是纪念主 为我们做的事情 是纪念你 有没有犯罪吗 整个圣餐 你不要把自己 放在图画里面 你不属于里面 整个圣餐 是只有主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说 但是我犯罪 可以领圣餐吗 我昨晚已经讲了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没有耶稣的保血的遮盖 他是罪人 所以他会犯罪 我们已经不是罪人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保血的遮盖 为什么我们会犯罪 因为我们有软弱 所以那个触发点 是不一样的 那个缺割点 是不一样的 我们认罪什么时候都可以认罪的 不是等到领圣餐才来认罪的 我们刚才如果不小心发脾气 骂了家里的长辈 还是骂了丈夫 还是骂了妻子 然后得罪了他们 很直接的就是 父啊对不起 我刚才不应该发脾气的 主耶稣你赦免我 透过你的保血洗净我的罪 这样就好了 不是等到领圣餐才来认罪 领圣餐的真正目的是 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 哈利路亚 所以使徒保罗说 这样一个人应当审查自己 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审查自己什么 我这里有一个问号 是审查自己有罪吗 不是 是审查什么 有没有纪念主耶稣 有没有按理纪念主耶稣 所以他说你要审查 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再看 我们每次领圣餐 重点不是关于在于认罪 所以很多教会 特别是传统教会 对不起啊 我不是在攻击了教会 但是很多教会已经真的搞错了 每一当来领圣餐的时候 都是一直认罪认罪 哇 上个礼拜的罪 上个月的罪 如果一个月领一次的就 哇 在那边一直想 我得罪了谁 我得罪了谁 你们是不是这样以前 是这样吗 弟兄 牧师在领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边 哇 是啊 好像昨天我做错了什么 哇 前天 前天的罪 为什么等到现在才认 前天还没有睡觉之前 就来到天父的那边 天父 sorry 对不起啊 我犯罪了 对不起啊 我撒谎了 对不起啊 我做错事情了 就搞顶他就好了嘛 为什么是等到领圣餐 还有 绞尽脑子 想起 一个礼拜前的罪 圣经说什么 神不要我们纪念罪 你知道吗 神赦免我们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罪 神不纪念我们任何罪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想起 我们犯什么罪 哈喽 那个是魔鬼的谎言 魔鬼要让你记得 包括你在领圣餐的时候 魔鬼要你记得上个礼拜你犯什么罪 神不要我们纪念我们的过犯 神要我们纪念祂的恩典 哈利路亚 不要再回到我们的过犯里面去了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有做错 就承认错就好了 祂是信实的 祂是公义的 必赦免我们的罪的 所以不用担心祂会不会赦免 因为在你还没有认错之前 宝血已经cover全部了 祂只是要你认错而已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魔鬼撒旦没有办法阻止你领圣餐的话 祂就想办法让你不明白 为什么你领圣餐 而且失去了神上好的福分 所以记得 重点不是关注在认罪 我们可以认罪 但是那个不是重点 我们是为了纪念主耶稣 为我们掰开的身体 就是以赛亚书 所以你看我一直重复以赛亚书 因为那个是最明显 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做的什么事情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slide 所以纪念主与我们立的血约 这个碑 血约就是记得 是永远的得救了 我们永远是上帝的儿女 因为宝血永远在天上都有 哈利路亚 我们有永远儿女的身份 没有圣经说的 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主的爱分开了 哇哈利路亚 为什么 因为在血约的约定里面 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了 已经cover在这个约定里面了 所以今天你可以很放心的知道一件事情 你上帝是不可以离开你的 天父是不可以离开你的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叫 你说但是我犯罪啊 还有一样教会也常常犯错 哦圣经说的 若我们亵渎圣灵 犯了亵渎圣灵的罪 圣经说的天父也不会原谅我们 今天没有这个时间进入这个亵渎圣灵的罪 我可以保证你们一件事情 你们都不会亵渎圣灵 阿们吗 你说牧师你怎么样保证 我没有机会讲 但是我可以保证 你放心 你都不会泄渎圣灵 我们不会犯泄渎圣灵的罪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 这个也就是在MCO那段时间 神教我怎么样读圣经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整章里面在说什么 所以泄渎圣灵那一整章里面 其实要表达什么 我们把它翻译错了 OK 所以今天这个我暂时保留不讲 我们再看下一个slide 好 谢谢 好 使徒保罗又接下去讲 他说因为那吃喝的人 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惩罚了 他说如果不分辨 不纪念是主的身体 他并没有说 如果吃喝的时候没有认罪 我们以为我们吃喝的时候 没有认罪就会被惩罚 No 魔鬼的谎言 圣经说是我们没有分辨 我们没有纪念 那个是主的身体为我们掰开 所以就是吃喝对自己的惩罚了 因此你们中间 哥林多教会 因此你们中间有很多人是 软弱的 我要你们记起来 软弱的 吃患病的 原文患病就是说本来有病的 不是吃了才患病 很多人也搞错 我一定是没有按理 我一定是没有认罪悔改 所以领受那个病 所以领受了之后 今天奇怪 我回到家就生病 因为圣经讲的患病的 原文是说有病的 本来就有病的 甚至死的也 睡的也很多 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有病的 在圣餐的时候 而且包括睡的很多 就是离世的很多 我也稍微用原来 希伯来文圣经 跟大家讲一下 他这里讲的睡的很多 的意思 我要你们清楚一个概念 他原文的意思 提早见主面的人 就是说本来不应该 这样早去的人提早去了 他原文的意思 不是我讲的 是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 提早离开 你本来可以活久一点 我昨天也有讲了 在耶稣的宝血遮盖之下 我们可以活得满足 哈利路亚 他使我心知足 让我如因烦恼还童 那是第五节 第一到第四节里面说什么 全部都是说到 他医治我 他安慰我 他爱我 他帮助我 他供应我 一到四 全部都是说主耶稣做的事情 他提供这个医治给我 他提供安慰给我 他提供提供提供 然后来到第五节的时候 他说让我们满足 我们最满足的其实就是因为有主耶稣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心知足 我们就能够如因烦恼还童 可能你又会说了 但是圣经也有讲了 圣经说的 我们的日子慢慢会衰退 我们会慢慢老去 对圣经是说 在人看来是这样 但是圣经下一段怎么说呢 我们常常就是读了一段 另外一段丢掉 虽然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心肠会渐渐的衰退 但是 阿多奈 圣经翻译成耶和华 华文圣经 阿多奈就是 最有权威的主 使我心灵得力量 哈利路亚 世界是说我们会衰退 但是在主里面 我们是越来越得力量 哇 哈利路亚 阿们吗 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的 我要套用Benny Hinn 讲的一句话 他说 他超爱领圣餐的 不只是在教会 他自己在家里面 也超爱自己领圣餐 他说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等候主耶稣再来 我纪念主耶稣 为我做的事情 然后有一次呢 就有人采访他 你纪念主耶稣 为你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看你很健康 你没有什么疾病 你还要领圣餐吗 他说要 他说 预防胜于治疗 他真的这样说 预防胜于治疗 如果我有疾病 我领圣餐 然后我相信 我宣告得医治 透过耶稣基督 保写的约 如果我没有生病的话 预防更好 我会越来越健康 哈利路亚 阿们 他说我会越来越健康 正如圣经 神对犹太人所说的 犹太人的信念 我昨天也有讲了 犹太人的计算时间的方法 是从晚上六点开始 就是一天的开始 一天最好的时光 就是下午三点 所以神说 我们的日子 就要来到这样的光景 我们是迎向生命 不是迎向死亡 我们不是进入亡昏 哈利路亚 我们是进入热光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这里给我们的应许 是我们不会提早死 哥林多的人 为什么会提早死 原本不应该这样快死的 因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罪 他们没有辨别 那个是主耶稣的身体 和主耶稣的保险 我们接下来再看 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医治 因为他们没有按礼 赤主的饼 和主的杯 我已经讲了 又重复以赛亚书 这个就是我每一天 重复以赛亚书 耶稣 这是你的饼 这就是你的身体 为我而舍的 你为我鞭伤 让我得医治 你为我受刑罚 让我得平安 你为我被压伤 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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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我就一直这样子 不断的宣告 然后我发现 真的 一致身体越来越健壮 越来越健壮 越来越健壮 OK 好 我们再看下来 所以今天给你们看 很多圣经节 其实是连贯的 还有那个杯 所以我们照样的是 按照 就是主耶稣的 保险 我们领受 我们与父和好了 我们是父的谁 我们是父的孩子 我们应该受保护的 哈利路亚 就算我们得 有得COVID了 还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会有问题 因为天父 圣经说的 阿多奈会为我们铺床 他会医治我们 他会拯救我们 因为有保险的遮盖 我们再看下一个slide 所以他们来的目的是 分党派 来吃 来喝醉 不是越来越好 他的教会不是越来越好 而且死的人越来越早 提早死 从年长的 然后变成越来越年轻的 我相信艾芬牧师 不希望教会是这样 越来越多居师礼拜 然后呢 是从年纪越来越大了 然后越来越小 你看世界的趋势是怎么样 很多的病 是越来越年轻化 对不对 以前都是老人病 然后现在年轻人 都开始有这种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世界 世界是一个堕落的地方 我也曾经这样子 跟教会讲过 很多基督讲过 世界会越来越进步 但是它不会越来越好 我再重复一次 世界真的会越来越进步 但是它不会越来越好 医疗会越来越进步 但是它不会越来越好 哇 打第一针 我不是反对 我也去打 如果你有平安 你就去打 如果你没有平安 就不要去打 就是这样简单 让圣灵带领你 真的 我们不需要论断任何人 让圣灵自己带领你 OK 哇 打第一针 然后医生说什么 第一针过后就搞定了 然后过后不可以 因为三个月过后 你要再打多一针 哇 这样就是 摩打顶了 摩打顶了 过后你一定要打一个 booster 就boost上去了 但是现在凯里说什么 不懂要不要继续boost 你看 医疗可以越来越进步 但是它不是越来越好 我可以保证你一件事情 亲爱的家人 你领圣餐是越来越好 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 因为你们守圣 他们是守圣餐了 他们不是在领圣餐了 已经宗教仪式了 你们的做法错了 难怪你们提早死亡 难怪有病的没有得医治 难怪那些软弱的 继续软弱下去 生命没有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纪念是主耶稣 Hallelujah 而且主耶稣要我们这样纪念 直到祂再来为止 我们再看下一个slide 但是如果我们又审查自己 就这个很简单的逻辑 对不对 这条路是错的 你就是走另外一条路 很逻辑的 如果我们又审查自己 就不会受惩罚 审查自己什么 不是审查自己有没有犯罪 不是审查自己有没有认罪 不是了 我刚才已经讲了 整个重点都是在主的身上 你有没有审查自己 你领圣餐的时候 是不是纪念主 纪念祂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在以赛亚书所讲的 纪念祂为你破碎身体 纪念祂为你流宝血 纪念祂直到祂再来 主耶稣我欢迎你来 哈利路亚 所以合一的意思就是 纪念祂的身体 以赛亚书 我还是强调以赛亚书 再看下一个slide OK 再看下一个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三十二节 他说即使我们受了惩罚 也是受主管教 原文就是教导之意 免得我们和这个世界 一同被定罪 哥林多的人受惩罚 真的圣经说了 主有惩罚他们 但是主怎么样惩罚他们 来大家回应一下 主的惩罚是什么 很近的你们 其实很简单 我们读上面的就知道了 他们有没有得意志 没有 这就是主的惩罚 他们是不是提早死亡 提早见主的面 这个是惩罚 但是他们不是下地狱 他们仍然是得救 他们是不是继续软弱 刚刚我们有读到软弱的 他们很软弱 他们没有得刚强 信心没有得刚强 生命没有被翻转 他们仍然软弱 虽然有很多恩赐 在那个教会 但是仍然软弱 这就是主对他们的惩罚了 主并没有说 因为你 我要惩罚你 我让你更严重 更怎么样 神没有 神只是把他祝福的手 暂时收起来而已 直到他们认清楚 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们再看下来 就是他们没有得医治 没有变得更好 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得医治 哈喽 你们好像不是很积极 你们不喜欢健康 健康是不是神的旨意 我教你们一个祷告可以吗 很有效的这个祷告 是神教我的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对吗 我 必不缺乏 你知道我接下去怎么样吗 神教我 我必不缺乏健康 我必不缺乏维他命C 我必不缺乏经济来源 我必不缺乏什么 你自己放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不缺乏 你要懂缺乏什么 所以我就一直宣告 阿多奈是我的供应者 我不缺乏睡眠 记得吗 昨晚我跟你们讲了 我三个礼拜不能睡 我不缺乏睡眠 哈利路亚 我不缺乏精神 我就不缺乏力量 我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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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发现 当我这样子 一直用神的话语 祷告的时候 那个力量一直不断地 回到我的身上 你们可以回去try 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祷告 赠送给姐妹们 特别是那些 要像我昨天 三个礼拜没办法睡 没办法吃 然后忽然间 体重暴跌十公斤 那种感受是不好的 你说哇 给我就好了 拜托 你不要这样的 那个是很折磨 很痛苦的事情来的 如果你说你要减重 有一些人 真的呼吸都会肥的 很痛苦 哇 整天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过又很饿 真的很痛苦 然后觉得 神啊 不公平啊 那个不用exercise的 都可以吃多少 都不会增肥 我教你一个秘诀祷告 这个是我从一个弟兄的身上学来的 他这样祷告 神啊 这一餐我要吃的 该留的营养都留在我身上 不该留的通通排出去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你是 阿多奈 我一切的供应者 你垂听我的祷告 供应我身体只需要的东西 那些多余的不需要的 不用供应 给他出 哈雷路亚 阿们 我说 这个弟兄的祷告太可爱了 过后呢 我就开始学他这样祷告 我儿子也学他这样祷告 哈雷路亚 你们有领受吗 我们再看下来 回去就做 等一下就做了 还回去就做 我们再看下一个slide 我们几点需要结束 我太开心的时候 我就忘记时间 之前刚刚我们读到的 就是说保罗说 你们聚集在一起 没有变得更好 但是如果现在他们按理 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这样是不是应该就会变得更好 对吗 做一个油灯就对了 所以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更美好 魔鬼撒旦要蒙蔽我们 让我们以为我们做对的事情 但是越来越不美好 他蒙蔽我们 他让哥林多教会的人 所谓的瞎了眼 但是呢 使徒保罗就从这里跟他们解释了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并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们把它变成是这样的 所以答案就在三十节 那些会软弱的就会变成不软弱 那些需要医治的 没有得医治的就会得医治 那些应该活得很长久的 他就不会提早死亡 哈利路亚 你甚至可以告诉主 昨天我也是跟你们讲了 你可以告诉主你要活多久 我们接下来再看 我们做一个对比 使徒行传的教会 圣经常常我们其实应该来做对比的 我们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 使徒行传的教会他们是什么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里面 使徒们 使徒教会的教会 他们天天怎么样 拜平按理合一的领受 他们同心合一 不断天天的在什么 圣殿里面聚集 聚集为了什么 听艾芬牧师讲道吗 不是 听使徒保罗讲道吗 不是 他们聚集什么呢 是为了拜平 哈利路亚 阿们 然后他还说 在圣殿里面 还在各家各户 就是在个人的家中 拜平 他们怀着什么 欢喜快乐的心 诚实的心 用饭 就是领圣餐 他们把领圣餐 当作是用饭 就是吃饭 来大家注意 我们华文圣经 是直接这样翻译 所以没有办法 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什么时候 明日赐给我们 后日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早期教会常常用这个祷告 而且他们用这个祷告的时候 是做什么 是今日的饮食 就是我们今天要领的圣餐 赐给我们 主耶稣 你的身体赐给我们 主耶稣 你的宝血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哈利路亚 天天 使徒行传和哥林多 其实他们都是天天 在圣殿和在家中 当我开始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 越常领圣餐 其实越好 也有一些人这样子说 牧师 不可以在家 因为家里面 牧师没有来主持 拜托 需要一个主持人来主持的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宗教仪式 那个是守圣餐 领圣餐是什么 哥林多教会 保罗有说 你们谁带领吗 谁带领吗 没有 他就直接 说他们说 你们犯法错了 他并没有说 谁是带领者 你这带领者 怎么这么糟糕 没有带领者 就是知道 需要领圣餐 使徒行传 也没有说是谁 而且呢 我们知道 使徒行传里面的 那时候的教会 一直越来越复兴 很多家庭得救 使徒保罗 这个彼得 使徒彼得 讲一堂道 都三千个人悔改的 哪里有那么多时间 兴起领袖 去分派每一个家 去带领圣餐 但是他们都知道 该怎么领圣餐 在使徒行传的教会 所以你看他们 每一天 开心的用饭 而且呢 得全民众的喜爱 主就在那里 使得救的人 在哪里 在圣殿和在家里 得救的人 与日增加 哈利路亚 为什么 因为在圣殿 和在家里 都有神迹发生 因为他们领受的时候 都经历到医治 都经历到生命的转变 都经历到奇妙的事情 所以有亲戚 或者是朋友 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都看到 都见证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神把得救的人数 不是单单在教会 而且是在家里面 神加添给他们 哈利路亚 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在 格林多教会 因为格林多教会 如果他们聚集 然后新人来的时候 看到 怎么这个这样找死的 这个刚才生病来的 领了圣餐之后 病得更严重 才回去了 这个忧伤的 这个那么软弱的 领了圣餐之后 哇 更软弱回去了 哇 我不要来教会了 但是这个教会 充满着恩赐 但是圣经却没有说 神把得救的人数 天天加给他们 哈喽 你要去这样的教会吗 每一次去 然后你就看到 就有人死 还是你要去的时候 哇 那个教会 欢喜快乐的用饭 哈利路亚 为什么欢喜快乐 因为他们经历到 神的同在 经历到神迹奇事的发生 哈利路亚 神把得救的人 所以使徒行传里面的 这个教会呢 他们是天天 也包括在家里面 所以他们没有安排 谁是做领袖来带领 他们只要知道 我领圣餐 是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纪念他 他的身体为我做过什么 他的宝血为我成就什么 我纪念他 只等他再来借我为止 哈利路亚 这个就够了 耶稣基督本身的意思 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就开始 自己在家中领圣餐 然后呢 我跟你们分享一个见证 有一位姐妹 她就听到我有这样子的分享 这样的一个信息 有一天她就联络我 因为她的朋友们 很多个都是中了COVID 她自己看到大家都很辛苦 她就觉得自己也是中COVID 你知道吗 人是这样 疑心病很重 她就说牧师怎么办 我也有咳嗽 我也不舒服 我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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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谈话短说 我就告诉她 OK 该做的你去做 该看医生 你去看医生 那个是没有错的 神病没有阻止我们看医生 你去 医生 她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说她不是中COVID 只是普通的伤风感冒 但是她的伤风感冒 一直不会好 我就告诉她 你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既然你已经听说 我有讲过这样的话 你做这样的事情 你自己在家里面领圣餐 因为医生一直给她抗生素 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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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还是一直不舒服 不舒服 我就告诉她 你在家中自己领圣餐 在自己的房间 你还没有睡之前 每一个晚上 你就说 主耶稣 这是你为我 掰开的身体 你的刑罚 我得平安 我可以平安的睡觉 你的鞭伤 我得医治 哈利路亚 你为我压伤 你为我刺伤 好让我得 完全的 平安喜乐和康复 哈利路亚 领这个杯 她说 是不是要打电话 给我 我在电话里面 这样子跟她说 我说 我没有这样得空 一直跟你打电话 每一天 带领你 你自己就可以了 拿这个杯 这个杯是什么呢 耶稣立的宝血 这个是血约 你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 这个身份不能够改变的 没有东西可以改变 祝福是你的 医治是你的 福分是你的 你领受 领受领受 哈利路亚 他开始做这件事情 差不多大概了 一个月后 我就有 也是有联络他 怎么样 他说 牧师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我天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呢 我很好 我没有事情 哈利路亚 阿们 包括他的家人 全部中COVID 只有他一个没有中 哈利路亚 而且是全部住在一起 他说我天天自己在房间领圣餐 而且不只是这样 他还提高一天两次 为什么呢 第二天早上要上班的时候 来到公司的时候 阿公司有一个food corner 就是给员工吃饭的一个地方 他说呢 他很早就到了 他就先领圣餐 领了之后才做工 而且很有精神的上班 哈利路亚 公司很多人都中COVID 就是他不中 哈利路亚 我们给神一个荣耀的掌声 好不好 所以我的弟兄们 又回到哥林多了 所以我的弟兄们 你们聚集吃的时候 应当彼此等候 保罗劝他们 不要怕没有的吃 你来不是为了吃喝 如果有人饿了 在家里面自己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的时候 神不喜悦 不是这样的 然后他说 其他的事情 等我来的时候才吩咐 OK 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 有重新的一个看见 领圣餐 不要误解 不是为了提供给你 认罪悔改的机会 认罪悔改 是任何时候你做错了 然后转向神 神对不起 刚才我做错了 我不应该这样 谢谢你 你仍然接纳我 哈利路亚 领圣餐是为了 纪念主耶稣 为你做的事情 所以当 我在生病的那段时间 神给我很多的启示 很多的真理 我看的时候 我说神对不起 我犯了很多错 原来以前我带领教会也错 我带领他们领圣餐也错 弟兄姐妹 审查你自己有没有犯罪 不要开玩笑 认罪认越清楚越好 我好像变成魔鬼的代言人 魔鬼一直要提醒我们 我们是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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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神 圣灵要提醒我们 主耶稣多么爱你 他为你做什么 他为你做什么 把整个焦点 放在主耶稣的身上 哈利路亚 你越领圣餐 你会越仰望主 你越领圣餐 你的焦点 全部都在耶稣的身上 亲爱的家人 如果你一直 每一天都是焦点 都是耶稣 耶稣 耶稣 你会看到 原来你的生命 天父怎么样祝福你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尊荣耶稣基督 你高举耶稣基督 天父 的独生爱子 你那么高举他 天父高举你 哈利路亚 Next 所以我们要吃耶稣 喝耶稣 亚当选择吃什么 不是生命树 亚当选择吃另外一棵树 耶稣说 我是 生命的 粮 主耶稣说的 我是生命的粮 所以我们要吃 这生命的粮 我们要吃的是生命树 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树 所以耶稣也告诉 那个妇女 他说 如果你喝了 我给你的水 你就永远不会再渴 是从我而来的 哈利路亚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这个是 我们念一次好不好 昨天晚上我没有带领大家念这个经节 好 这个是CUV的版本 就是和赫本的另外一个版本 来 一二三请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 阿多奈 还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 阿多奈 不可忘记 注意 那个记 你看我写特别大 旺 我写特别小一点 该旺的我们要旺 该记的我们要记 不要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 他的一切美好 来接下来 他赦免 你一切的罪孽 医治 你一切的疾病 他救赎你 性命啊 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 使你心知足 以致你 如因 返倒环童 我们的神 这里其实是 在说到耶稣 耶稣 他就是那位阿多奈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 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他让你脱离死亡 进入生命 他用仁爱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 亲爱的家人 看这里一下 耶稣 在克西玛尼岩的 那个晚上 他说父啊 他也有领 他说父啊 这杯可以从我面前撤去吗 他的是苦杯 可以从我面前撤去吗 但是 是你的旨意 不是我 亲爱的家人 他领苦杯 好让我们领 血约 是福杯 圣经说福杯满意 当你领那个杯的时候 你要看见 这个祝福是满意出来的 在我生命里面 血约是祝福来的 哈利路亚 阿们 OK 好 使我心知足 我已经讲了 耶稣就是我们最知足的 所以一到四都是讲耶稣 第五 他用这一切满足我们的心 我们就会 环劳 环童 接下来 好 所以他也没 OK 这个我已经解释了 还有吗 好 我们回到这个诗篇 我们要结束了 他又击杀 他们境内所有的长子 就是他们年轻 力壮生的时候的长子 这是埃及 昨晚有稍微提到的一些 我要你们注意 当埃及长子 昨晚我有讲了 当埃及的长子被杀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做什么 那些有听的 昨晚上 以色列人在做什么 在吃那个番机 就是那个羊 BBQ 然后那个血 撒在哪里 是撒在门框上的 哈利路亚 所以当 这个是在诗篇 105篇 当神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向埃及人 要求金银财宝 才离开 然后圣经给我们 一句很重要的话 各支派中间 他们大概有 两三百万人口 那个时候 加上其他的 那些奴隶 他们还有其他的奴隶 不只单以色列人 大概有三百多万人口 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包括以色列人和其他种族的奴隶 一起离开的时候 诗篇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畏惧的 华文圣经翻译成畏惧 原文圣经是说 没有一个是衰弱的 就是有病的 软弱的 不能走的 你们看那一处戏的时候 出埃及记的时候 他们提出那些老人家 有一个床扛着他们 开开心心 离开埃及 那个导演真的是不会倒 那个导演没有读圣经 圣经真正的说 是每一个从老到少 没有一个生病的 而且是很健康的 走得出去 三百万人口 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个生病呢 而且他们做奴隶 那么多年 营养都不良 是圣经告诉我们 那一个晚上 他们在家中 吃那个羊肉的时候 哈利路亚 过后他们离开的时候 是那么健壮 那个就好像是他们的圣餐 那个是预表耶稣基督 但是现在我们的圣餐 是真正耶稣基督 这样我们领了之后 是不是比他们更健康 我们来了聚会之后 在教会出去的时候 是需要抬着出去吗 应该是越健康的出去的 你在家中 自己领圣餐的话 你领了之后 应该是睡得更好的 应该是起得更好的 去上班的时候 应该更精神的 如果你今天觉得 迷迷不乎 没有什么精神 先领圣餐你才去 你看神怎么样让你如鹰 不要跟我说 昨晚的一些跟我说 如鹰展翅上腾 哈利路亚 好 我们就在这里结束 可以吗 还是你们要继续听 等一下再听 我读这一段给大家听 我好像没有发过来 没有了 我读这一段圣经节给大家听 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你们回去自己看 约翰福音第六章 主耶稣是这样子的宣告 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他对那些犹太人说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 还是死了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在旷野吃玛纳的时候 圣经说 他们没有生病 四十年没有生病 是当他们背逆神 叛逆的时候才生病 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又得医治 然后吃玛纳 又继续的没有生病 哈利路亚 圣经说 他们吃了玛纳 主耶稣说的 他们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会死 他是说他自己 叫人吃的就不会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人若吃了这粮就永远活着 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所吃的 然后犹太人说 这个人怎么把自己的肉给我们吃呢 主耶稣继续的解释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 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和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在末日 我也要叫他们起来 复活 我的肉 真的是可以吃的 我的血 真的是可以喝的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等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在他里面 这是耶稣讲的话 你不要把它 自己去翻译 耶稣是讲属灵的话 耶稣并没有说 我告诉你们 这个是属灵的话 这个是预表 没有 他直接说 这是我的肉 这是我的血 我们照着他的话 去接受就好了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在他里面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说生命就在我们里面 哈利路亚 永生就在我们里面 哈利路亚 我昨晚也有稍微提了 跟大家讲了一些 关于永生 对不对 永生是不是代表 一直活住 活住 但是要死不死那种 不是 那个不叫永生 那个叫挣扎 求存 永生的意思就是 你会继续活下去 而且是越来越健康的活下去 圣经的永生是这样的 哈利路亚 好不好 我们站起来 我要你们领受你们的祝福 哈利路亚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Oh 哈利路亚 Oh 卡拉巴山的 卡拉巴巴巴巴巴巴巴里亚 来 Hey 卡拉巴巴巴巴巴巴里亚 那卡拉巴山来 当我们唱一首诗歌 耶稣你的宝血的时候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 今天开始 求主动工在你的身上 也今天开始 对主的圣餐 有新的正确认识 原来领圣餐 你可以像使徒行传的教会 身心灵越来越复兴 还是你像哥林多教会 因为不懂领圣餐的目的和含义是什么 领圣餐是提供给我们 越来越美好 越来越健壮 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 亲爱的家人 主耶稣要回来 借我们的时候 不是来迎接一个 我的女儿 要死不死了 欢迎你回来 我的儿子 回到天家了 看你半生不随了 欢迎你回来 天堂 怎么变成好像是 收容这些 残缺的 圣经说 耶稣来是要迎接谁 祂的心腹 是打扮好了的 美丽的 青春的 健康的 活泼的 可爱的 所以主耶稣要见我们的时候 不是见一个 要死不死的盆牧师 是一个开开心心 然后见到我的时候 孩子 太开心了 你那么健康的回来 哈利路亚 拥抱我 哈利路亚 阿们 主耶稣要迎接的是健康的教会 迎接的是健康的儿女 迎接的是健康的心腹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教会应该是健健康康的等耶稣回来 而不是在那边祷告主啊 我已经病到要死了 你快点回来 不是这样的 今天把这个理念弄清楚了 我会越来越健康 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会越来越美好 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纪念到他再来为止 哈利路亚 我会越来越健康 因为 我会越来越美好 因为他的缘故 哈利路亚 这才是我们的盼望 耶稣基督回来的盼望 我看过很多基督徒 是这样的 我活到很辛苦了 很痛苦了 耶稣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神就是要等到你满足了 他才回来 使你心知足 哈利路亚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如果你需要医治 你领受你的医治 不是我给你医治 是主耶稣的身体给你医治 主耶稣的保险 给你这个保证 哈利路亚 你领受耶稣 如果你觉得你生命当中 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需要 有一些困境 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 等等 主耶稣是你一切的供应 祂的保险 是你一切的保护 祂的身体为你而舍 哈利路亚 是为了提供给你富足 我来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向主耶稣敞开今天 向祂来领受 虽然今天我们没有领圣餐 我鼓励你回家 自己领圣餐 我不懂爱分会批准吗 这样子 有些教会不批准 会有自己在教会领圣餐 OK 但是我觉得应该按照神的话语做 哈利路亚 你们知道吗 以前的基督徒不可以读圣经的 没有 以前没有教会的领袖 或者是教皇说 你可以 他们是不可以在家中读圣经的 那是魔鬼的谎言 感谢主 感谢主过后宗教改革 他们把这些道理推翻了之后 每一个人家里面都可以很多本圣经 哈利路亚 但是都升灰尘了 都不读圣经 哈利路亚 可以开始领受好不好 开始领受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他正在医治你 有一些心灵的创伤 他遮盖你 我先上去 领我到你宝雪里面 所有罪恶彼的舍免 更新我生命 在你爱的宝雪里面 领我到你宝雪里面 随所丰盛奇妙恩典 更新我生命 在你爱的宝雪里面 再重新唱一次 来敞开你的心 耶稣的宝雪要浇灌 要涌流要洁净 哈利路亚 有你大胆的宝雪 圣灵要充满你的心 开启我心灵 得着我圣灵 在你宝雪里面 在你宝雪里面 我先上敬拜 领我到你宝雪里面 所有罪恶彼的舍免 更新我生命 在你爱的宝雪里面 领我到你宝雪里面 领受风声奇妙恩典 更新我生命 在你爱的宝雪里面 领我到你宝雪里面 所有罪恶彼的舍免 更新我生命 在你爱的宝雪里面 领我到你宝雪里面 领受风声奇妙恩典 更新我生命 来 继续我们的手 领受风声奇妙恩典 领受风声奇妙恩典 更新我生命 在你爱的宝雪里面 领受风声奇妙恩典 领受風声奇妙恩典 领受风声 bees余恩典 领受风声奇妙恩典 Kaçkuk 领受风声奇妙恩典 更新我生命 更新我生命 在祢爱的宝泉里面 领我到祢宝泉里面 领受风生奇妙恩典 更新我生命 哈利路亚 在祢爱的宝泉里面 主耶稣 祢的话语释放出去 今天早上 不会突然返回 会落在每一个豪土上 会有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结果 生命会翻转 生命得造就 得医治 得释放 哈利路亚 每一位在这里的 听见主 你的话语的 今天的声音 都会带着健康 期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哈利路亚 当他们生命走下去的时候 无论有没有遇到挑战 但是他们会越来越美好 会越来越得胜 会越来越复兴 主耶稣你说的 你来是叫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主今天我们谢谢我们领受主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而舍 为我们鞭伤 为我们压伤 为我们赤伤 为我们生命中付上这些代价 我们领受主耶稣你的保血 我们谢谢保血为我们而流 赐给我们生命 赐给我们永远的约定 在这个约里面 主啊 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 应许都不会落空 哈利路亚 我们紧紧的抓住 主耶稣 你是可吃的 你是可喝的 我们要吃你 我们要喝你 主我们在你里面 你在我们里面 哈利路亚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神你继续动奇妙的工作 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主我宣告神迹会渐渐的 不断的发生 越来越美好 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有一些在我们当中 我只觉得神也在告诉我 你有心灵的创伤 你也很看不起你自己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废物 你觉得你自己是无用的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 放下这一切 放下这一切 为什么呢 因为你转向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必转向你 主耶稣要把他的生命 放在你里面 主耶稣要把他一切美善 放在你里面 主耶稣要把他一切 内在的医治 放在你里面 你的生命走下去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我生命越活越累 越活越累 但是今天 圣灵要告诉你 今天圣灵在告诉你 因为主耶稣的关系 你的生命走下去的时候 你不会越来越累 你会越来越不一样 今天是你新的起点 今天是你领受 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起点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我谢谢你 无论那一位是谁 但是神我们祷告 你释放他的心灵 现在 主谢谢你 我们把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得圣的名字 祷告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哈利路亚 谢谢你